在今年2月的时候,疫情开始变得严重 那时我怀孕大约有三十几周 也是因为这次的疫情,令我觉得整个怀孕经验很不同 我回想在那时,我的心情很不安,很害怕 因为怕着感染到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嬷 也会影响到家人 每一天,我的生活都被不同的疫情资讯去充斥着 去占据着 我又要去预备各种物资 口罩、粮食、日用品、清洁用品等 我真的觉得很无助 觉得自己因为怀孕的关系 而没有好好准备去面对这次的疫情 但是很幸运,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 每一个人都很帮着我 当我没有口罩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问我你够不够口罩啊 帮你买卖 又或者我现在排队啊 你要多少合口罩啊 家人也会帮我买不同的物资 令我感觉到在疫情中的一点温暖 令我更加明白到 除了自己之外 向别人伸出援手也都是很重要 别人可能因为离开的小小的举动 而生活会变得很不同 这场疫症一定会过去的 香港人一定要撑住 香港人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